最后online的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邀请的是借文及借大使 为我们来分析国际局势 美中之间的这个斗争越来越激烈 在20大报告之后 很多人也在观察美国会有什么相对的回应 那对美国来讲 11月8号的其中选举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在这之前呢 我们刚才之前看到了国安会的这个战略安全报告 现在国防部也出了一个战略安全报告 那其中俄罗斯跟中国仍然是最重要的威胁跟竞争对手 Jash怎么分析这份由国防部所出炉的战略报告 那从位阶上当然来讲的话 这比他10月7号那篇报告稍微低一点 最高的是这个安全战略报告 你整体的评估 那所以他这个调子 这个国防战略基本上还是跟这个安全战略 基本上是吻合的 不过这里面因为我认为他 基本上还是跟这个安全战略 10月7号那份大致相同 这个其实就这一类的这些国防白皮书 安全战略白皮书 以前都叫白皮书 基本上他都是就是说寻找战略国防敌手的一个报告 他最主要是把敌人点 标定敌人 标定敌人点出来 像以前澳洲也出这些 他第一个写的澳洲的假想敌 或者澳洲安全上最大的敌人 你猜是哪一国 澳洲应该不至于是中国吧 不是传统上他写的那个国家都很清楚 就是印尼 印尼 他传统上都这样 那所以这种西方国家写这种报告 基本上就要就是好 在寻求他的敌人 假想敌或真实的敌人 所以你既然10月7号那个报告 是安全战略报告 已经把中国大陆立为首要敌人的话 俄罗斯应该是次要 次重要敌人 我想这篇报告也差不多 不过从他们的用语上来看的话 那么中国大陆被美国构成的威胁 那个罪名更大 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就是说 他是试图颠覆既有国际秩序 俄罗斯的话 基本上跟西方世界 这个已经交往了两三百年了 而且他虽然是属于东正教系统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广义的基督教世界 那所以这个问题就没有什么太大的 什么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的问题 那可是中国大陆在美国 现在怕他的定位就是 试图颠覆既有国际秩序 那么而且在外交 经济贸易科技都逐渐具备 达成颠覆既有国际秩序的能力 有这个实力 那所以未来十年间将是美中两国 竞争的最关键的十年 这个大前一 那这个国防安全战略就变成 也是跟着这个调子 所以他一定把中国视为国家安全最大威胁 那当然了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 对美国来讲的话 还不会在国防上造成全球性的这种威胁 那么最大的对美国的威胁来讲的话 应该就是在美国来讲的西太平洋 西太平这一带 那中国大陆基本上是要突破第一岛链的 第一岛链事实上已经被突破了 那现在在第一岛链 试图要在第一岛链 第一第二岛链之间 构筑一个区域巨址 为什么呢 基本上除了本土防卫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台海战争 它必须要在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之间 那么具备这样军事实力 那什么时候突破第二岛链 进入到第三岛链第二岛链之间 我觉得也在几年之间 那么现在三艘航母 你看慢慢都往台湾的东海走 就是走的时候不走 台湾还想走 台湾的东部太平洋这样过 这都是一个演练过程 那以军事的这个实际的 实质的战力来讲 中国大陆不管是太空军 太空的作战能力 那么飞弹军火箭军 这个作战能力 再加上海军 那么实战能力 就是说战力快速的提升 这美国的这个报告里面有提 所以我觉得他把这个美国安全最大威胁 应该是一个蛮明确的一个 就是说应该他有很充分的理由 从国防的角度上来 那么对美国来讲是高尘 因为通常的威胁就是对现状的维持 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 那美国过去在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他维持他的霸权 没有人去 没有人可以去挑战他的 那中国现在可以在第一岛链 去挑战他 那么第二第三岛链 他也是不能挑战 他现在也渐渐挑战 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把中国 到来国家安全最大威胁 应该是理所当然吧 所以除了这个假想敌的想定 持续就是中国跟俄罗斯 两个都是威胁 威胁的这个严重程度 还有这个威胁的快慢不同 那俄罗斯是此时此刻 就正在跟乌克兰打仗 可能就已经对整个欧洲安全 造成很大的威胁 因为他说要用核武器 那中国的部分 可能时间上面 还有10年的这一个时间上面 去这个应对 但是他的实力 各方经济军事科技的实力 却比俄罗斯强很多 这可能是这份报告当中 驱变俄罗斯跟中国的角色 假想敌的想定 那另外对于应对措施的选择 那这份报告中很多人讨论 就是美国对于核武器的使用 是不是有跟过去 比较不明确的态度不一样 拜登过去曾经承诺过 无论如何不会用 不会造成这个世界的毁灭 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 不一样的阶段 对他在这个里面 他已经就是说 本来美国就是说 他不做第一击攻击核武器 他是说他是一种防御性的使用 就是人家第一击他才使用 那现在他把这个限制拿掉 比如说美国也可以看情势 有变化 他就主动使用核武器 那当然现在核武器的这个定义越来越广 你有战略性的 有战术性的 战略性的基本上就是把对方摧毁了 战术性是在战场上形成战术的优势 战场一个小范围战场 那当然这个核武器 这个美国的核武策略 他没有说我是战术性的要怎么做 战略性要怎么 他是基本上放宽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回应 俄乌战争 现在升高 有可能使用核武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势 而且就俄乌战争一开打 二月开打以后 俄罗斯不断的展示 他在核武上的一个优越的地位 多次动员俄罗斯的核武 核武的这个部队 那么演习 警戒状态提升 我觉得他这次特别把核武的问题拿出来 是应该是因应这个外环境的变化 做这样子的一个论述上的改变 其实我自己看 其实这种改变意义不大 因为就是说 你真正的战略性核武 只要派上用场的话 基本上就是相互毁灭 而且他是好几波的 第一波他是这个 他有这个陆机空机海机 这种核子弹的投射 都是战略性的 都是以毁灭别的国家 这个主要城市 那么为一个炸弹把你整个城市 给你毁掉这种目的 陆机空机海机 你第一级的话 你可以空机 你可以陆机 那第二级就是海机 海机就是从潜水艇下发射 所以这个核子潜艇是很重要 因为它核子潜艇可以长期在水下 也不需要添加燃料 所以它进去 它进到深海里面 你基本上都没有把它追踪 谁都不知道 很可能就在你美国西海岸 这个200海里之外 中国大陆的核子潜艇 在那个地方 那这个 这个也为什么有核子潜艇 也就是说 你陆机空机的投射的能力 被摧毁以后 你还有一支部队 是不会被摧毁的 那它可以再进行第二波 第三波的攻击 所以核武有一个最基本的战略 叫相互保证毁灭 所以你核武打起来 你没有什么意义 那大陆 瑞典斯特格尔摩的这个 河边研究院 它说大陆大概400枚 那美国跟俄罗斯都是4000枚 10倍 可是大陆有个学者 他每次就来讲说 美国人说 你们这个核武能力 如何如何 他就说 他讲一句 他就讲一句话 他说这个核子能力是这样 你可以摧毁我一次 七次算 可是我也能够摧毁你一次 也就是说没什么意义啊 你假如真正使用的话 绝对商户保会去催眠 这个主要核子国家都会 都会被毁灭掉 跟数量没有直接关系 没关系 你毁灭七次 对不对 一个人杀死他七次 跟杀死他一次 好像没有差别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讲到战略核武就没有 现在大概是战术性核武 我觉得战术性核武 基本上可能被使用的可能性会大幅增高 那美国可能预估第一个会使用的是俄罗斯 那所以他把他自己 这个战略核武的 这个使用的 这个所谓的准则 他把他自己改 那不过我觉得美国在核武上的 这个基本上的态势 我觉得变化不是在这个 国防战略报告里面 变化是在他这个 同意把核子潜艇的技术 移转给澳洲 这个问题才真是 才真是关键 那这个已经有一年多了 这个在去年 就已经被端上来面讨论很多了 这个跟这个二次大战有关核武 这个核武的国际法的原则是背离的 国际法的原则是禁止核子武器扩散 也就是你们这些中美 就是说五大国再加上几个核子国 成立一个核子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现在成员确定的话 就没有任何国家 我允许你再拥有核武 而且你拥有核武就非法 这也是美国一直去制裁 这个伊朗 美国去制裁北韩的国际法基础 联合国也会站在美国这一边 也就是你既然北韩你要发展核武 国际法是不允许的 那现在问题就是原则就是说 你们这些国家你核子武器你就留在你这家 你不要扩散它 你不能随便扩散 你不能去资助别的国家发展核武 所以这个是联合国禁止核武扩散原则的这个条约 那是国际法的一部分 因为它是属于成文法 非常刚性的国际法 跟美国在去年 AUKUS审理以后 把核子潜艇的这个技术移转给澳洲 国际上轩然大波 只是欧美国际提不报 那么今年两个月前吧 在这个国际原子能中枢 在奥地利的就是主管这个原子能的使用的 和平使用 还有就是说 然后监测它会可能用于非和平使用的 这一个最主要的国际组织 通过决议案就谴责美国 你这个对澳洲的这个行为 是尤为国际法有关核子武器不扩散原则的 那美国还是照干 那我觉得美国真正做出来 最让我们应该要警惕 就是美国事实上 事实上会不会把他的盟帮好 核心盟帮也逐渐扶持他的核子能力 这个是我们比较要注意的 就是他可能会和分享 给很多他认为 应该要具备反中能力的地方 没错 没错 而且他会 我觉得会以包围这个 欧亚大陆为原则 那么美国还是置身于世外 他在远远的躲在澳洲 可是他过去 他觉得我给你这些盟帮 某种传统事情的传统武力 你们就跟你们小打小闹就可以 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这个世界搞得挺乱的 大家这些美国以外的世界互咬互打就够了 他现在觉得不行 可能就是说你今天美国的这些开门狗 要去跟中国跟俄国失去 要去怎么样 为美国的利益而互相撕咬的时候 我给你的那些武器的水准不够 我现在就让你有一些核子武器的能力 那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可能 历史的发展都是不断的变化 那美国也不会永远说 我当时我定的国际 我定的规矩就是大家这个核子 这个武力的能力不能外扩 不能交给其他国 现在美国就在 我认为美国正在改变这个 这个他自己当时很坚持的规则 情境不一样了 所以他也开始改变游戏规则 那另外呢 这个中国大陆的20大之后 大家看的就是习近平未来可能 对应美国所说的十年的关键的时期 虽然习近平提的是五年报告 但是可以往前推看 那未来这个是不是继续会推动 所谓的战狼外交 那这个王毅秦刚 会不会是这个战狼外交连线里头的 一个重要的角色 其实中国大陆这个战狼外交 其实他们当时有一个很好解释 他说你要说我是战狼的话 因为外面有恶狼 那其实外交的政策 跟外交的做法是随着外界形势变化 那外界形势如果变化 他一定他做法是有变化 那中国大陆的这个 中国共产党政权建政有 他的外交也走过好几个阶段 他早期走的是革命外交路线 基本上要做要世界革命的 那就是共产主义革命 所以他事实上在资助很多世界 能够产生共产主义革命的这些地方 他是直接协助的 这个是革命外交 那另外一方面对自己本身的 国内的这个共产主义体制 就是完全采取高度防卫 高度反击的一个做法 那么所以这个革命外交 其实在中国大陆是有传统的 那么这个中间有思想的部分 有这个人才的部分 有策略 有执行步骤的 所以中国大陆有一个很强 只是到了改革开放 到了改革开放 那事实上邓小平开放 他这个外交政策就变成韬光养晦 然后这个稳作教育台 绝不出头 这样子的一个 几个真言 那一直走了 大概差不多有快30年 可是习近平上台以后 外交政策是慢慢在转 也就是说有所作为 而不是完全顺服 外界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 不管是美国国际秩序 就是在联合国体系下 那种各个国际组织 它所沿逆制定出来的 各种的国际规则 以国际法的形态 这样做为这样一个国际秩序 那中国大陆是完全接受 那过去中国大陆不见得接受 因为WTO基本上它的这个贸易原则 基本上建筑在自由主义下的国际经济秩序 那共产主义基本上讲的是另外一套 讲的是社会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 那很强调公平性 强调分配的 平等 这本来是不太一样的 可是中国大陆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事实上 等于完全希望尽快融入 当时美国在二次大战以后 所构筑的整个国际法律系统 那么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这些 对抗性质的 所以这段时间中国大陆是走的 可是问题就是说中国大陆 在走了这么多年以后 那么走改革开放以后 发觉美国欧美对它的态度有改变 也就是我照你的国际秩序外 你还是修理我 我能依靠的不是这个国际秩序 你比如说WTO来讲 现在的在日内瓦WTO 那些WTO公共人员 听说全世界最欲阻的一群人 他们所熟悉的国际贸易法的秩序 已经被美国完全推翻 然后更荒谬的是 这一套国际贸易法的秩序 是美国人当初坚持所设立的 那现在被推翻了 那也就是中国大陆慢慢发觉 其实我照你的游戏规则玩 结果我快赢的时候 你突然发觉这个规则要改了 不过这个规则不算数 那当然就变成从西方 他就把中国大陆讲说 他有他自己去推翻 他想要改造这个国际秩序的意图 可是你试试看回过头来 你看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到今天来讲的话 全球化 多边主义 国际关系民主化 对不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 基本上跟联合国 那个宪章的精神都完全吻合 那为什么美国人说 你今天中国试图来 是一个试图推翻改变 既有国际秩序的国家 其实你回过头来很荒谬的 事实上正在推翻改变 既有国际秩序的是美国 并不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在改变开放 也是一个完全在怎么样 alignment 它是跟既有美国 西方在 西方认为那个国际秩序 在怎么样 在接轨 对接 然后呢 相互 reinforce 互相加强的一个过程 可是 美国没有这样做 那就变成回过头来 就变成 其实 从传统的国际观来讲 中国可能是认为 联合国体系是代表一个正义的系统 它是真正应该成为一个 有一点像世界 国就是说全球治理的一个核心机制 因为大家现在讲这个所谓的 global governance 全球治理 它不是一个太上政府 它是一个global governance 一个核心机制 那可是美国人从开始 搞联合国系统的话 就是这个机制是 随行我美国国家利益的 一个机构 它虽然名字叫联合国 可是它要在我的掌控之下 那如果它现在失去我的掌控的话 那我一定把它怎么样 英文就bypass 我也不跟它对抗 我就bypass 我就不理它了 我就另起炉灶 所以美国现在 它在国际上 它像尤其这个拜登政府 走得很清楚了 没有什么走联合国机制的 纯粹走自己的新的国际组织 而且是小型联合国的脚 它搞了好几个小型联合 很多个多边 对很多个多边 那事实上它是靠这些 来维系它的霸权 它不靠联合 而且联合国 它尽量把它边缘化 那中国大陆是拿联合国 来做这个主要的 这个 跟世界互动 也希望它是世界互动规则的 一个最主要的制定机构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 我就觉得真的 有点给中国大陆 灌上一个战狼外交 我觉得有一点点非常坚强 我不能算是战狼 也就是说 最近人家说 习近平 遂行个人意志 他现在的这个 政治局常委 都是他自己人 对 都是他自己很亲信的人 那我就觉得 我只有一个问题说 这有什么不对呢 你一定要把自己 反对者统统统搞到你身边来 天天跟你做对 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差别 对啊 那你今天 那你如果说 拜登 独揽大权 要想 遂行个人意志 能够贯彻 所以他的国务卿 财政部长 他的这个 这个商务部长 他的这个USCR 美国贸易代表 这一些核心的 他的阁源 通通是跟他 是他的 自己的人 那你不觉得蛮荒谬的吗 对 同样道理就是说 应该都是如此 那你说中国大陆 推荣战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大陆可能外交的轮廓 重点的轮廓会更明确 然后呢 可能会对自己的核心利益相关的 过去的政治主张 他的那个坚持性会更强 强硬路线会持续的坚持下去 我觉得就是说 硬的更硬 软的更软 硬的更硬 我觉得最坚持的会在 就是台海上面的立场 台海上 坚持 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中 这是中国人之间 要自己用中国人 由中国人来互相互解决的 不干任何 非中国人的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个是非常坚持的 然后呢 现在 外国势力的干涉是不正义的 是不会接受的 而且会会好 会遭致灾难的 你们要来管台湾的问题 对不起 我就跟你啊 我就跟你坚持到底 死磕到底的 那这个就是 这个是讲的最硬的一块 你说科技战 贸易战 甚至其他的战 没有到那个层次 你看整个二十大的话 没有把这个二十大 这个部分讲的 科技战 就是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只有我背后只有一个道理 就是今天习近平讲的一句话 打铁还要自身硬 就是说你今天要打铁 这个本来都要竞争 人家当然拿他的强项 来攻 以笔子 几只长 攻笔子短 对不对 那你今天打败了 你就自己 你就自己反省 自己增强 自己再回去练武功 武功密集 自己面壁 再面壁三年 再面壁五年 可是只有一个台湾问题 中国大陆一讲 第一个 外在外部势力 警告研究者 外部势力就是谁去处理 就是外交部跟国防部要处理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 是刚性的 是一个 刚性的一个原则 那会不会造成两岸战争 也未必 我觉得 国防是一个后盾 那么外交它是一个采取一个极为强硬的政策 尤其讲到台湾问题 那所以其他部分都好谈 那么就这个问题是最最最最最刚硬的 我觉得 另外讲到国际秩序 以及这个地缘政治 那最近的这个巴西大选 全世界都在观察 这代表拉丁美洲 整个通通都有左派的政权执政了 假设这个巴西前总统 卢拉他是贪污入狱 然后又出来再选 然后这个现在看起来 他是险胜 赢一点点赢不多 那一方面有可能 巴西也会有什么这个 验票啊等等相关的 这个内部政治的动乱 但是如果呢 最终确定是卢拉当选的话 那整个拉丁美洲 现在全部都是社会主义 就是左派执政 这对于美中 未来十年的这个地缘政治的 竞争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那当然是对中国有利吧 这个意识形态 还是影响到一个国家的 对外政策嘛 那你看社会主义背景的政权 他上台以后 他跟中国大陆关系都是改善 那么强调自由主义 甚至意识地下比较强 强的这些政党上台以后 跟中国大陆就是对抗 我们随便讲一个国家 德国就好了 德国现在外交跟经济 掌握在绿党手里面 对 然后这个政府 德国政府是基督教保守党 社会 基督教社会 社会 社会 有社会党背景的 像这个 现在的这个德国首相 可是他政府里面有自由党 跟绿党 你看他整个的做法 跟在Mercuse就不一样 尤其对中国大陆 然后像他的外长是绿党的 意识形态很强的 价值 自认为是充满价值的 他就说我们要跟中国疏远 我们应该跟中国保持距离 这种政党 属性的政党 掌权的时候 这样 会跟他不同政党属性的 很大的政党 那还有一个 澳洲也是很清楚 Morrison是属于自由党的 你这样看到自由党 你就应该好 我的反应就是最反忠的就是自由党 对中国大陆会非常抵持 他们自认为所谓的民主自由这个价值 是他们从政的最高理想 所以用这个标准来看 自由党 Morrison就是一个自由党的掌政 你看他对中国大陆的政策 跟现在的爱班尼斯 工党 工党基本上就是社会党 他上台以后 上台以后 你看对中国大陆的态度 跟实际的政策 基本上都快要180 基本上都是快180度转了 只是他转的不是很快 他正在转了 那你巴西是一样的 整个拉美也是一样的 你往社会主义的政党来掌权的话 当然对中国大陆来讲的国际氛围来讲 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我觉得整个来讲 国有国运 我觉得中国的国运 事实上这过去的时间都还算 从进入21世纪来都还算蛮好的 为什么 第一个进入21世纪 从国际大环境都创造对他有利的空间 极为有利 第一个 911事变 发生在20和21世纪之交 这是美国其实当时要重新检讨 他对于中国政策的那个关键时刻 本来你看这个小布希上台 磨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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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杀向中国的 因为中国崛起势度太快 那么结果911事件 美国整个的这个对外关系的主调 从对付中国意识形态 压抑非意识形态相同国家 这样一个方向 转变为反恐 就搞了20年 这个反恐战争 你看从2000年开始 一直大概到2020吧 主调是这个 那2020大概之前后 美国的调子就在改变了 你从这个欧巴马时代 他叫Pivot to Asia 就是重新回 重回亚洲的政策 欧巴马就开始 欧巴马这个 大概到现在 应该有10年的时间 美国已经在转了 可是这个转的过程中 正好美国碰到国内的乱局 这个4年的乱局 是川普带来的 然后呢 到了拜登时候 川普的尾期 如果川普继续当政的话 事实上对中国的各种 我觉得经济跟科技压力 尤其这方面会非常的强 那像拜登以后 经济跟科技的压力 还继续持续 然后再加上军事跟外交的压力 更是多重的 以中国为主的一个 一个敌对势力 就快速崛起 你看发生两件事情 一个是新冠疫情 经济上 让这些欧美国家 都遭受重创 还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对中国的这个 整个国家对外部的这个 发展的机遇来讲 也是非常有利的 但我不应该这样讲 就是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是改变世界格局的 所以呢 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是 中国的国运 大概从21世纪开始 就是走上蛮好的运气 那现在拉美 慢慢很多国家 包括澳洲 现在都往什么 往这个 往社会主义走 那我是觉得 为什么会往这个大方向走 其实我们要历史 用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1991年 共产主义在苏联失败 那么事实上 从某种程度上 是给自由主义 跟资本主义 一个在道德上 跟现实环性上的 一个极有力的发展机会 那也就是说 让资本家 让资本 让社会的资本家 继续剥削这个世界经济 站在一个剥削几下 这个上层顶端的少数这些 精英跟这些财富 他事实上 他已经肆无忌惮 在很贪婪的 在控制吸收 这个世界越来越少的资源 所以贫富杂巨迅速拉大 不但是一个国家之内的贫富 它也迅速拉大 国与国之间的贫富杂巨 也迅速拉大 我认为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 代表社会公平 代表分配公平 代表这些 这个怎么讲 大小国家 共同同有 相同拥有 生存 发展机会 这样的 所以社会主义 甚至共产主义 所代表的理念 它被放到历史发展主流的旁边去了 那也就是说 你可以说从1991年开始 到2020年 或者2015年 这个世界在这个25年 在这个25年当中 是迅速的朝资本主义 跟这个自由主义方面去发展 那么造成的后果就是 社会贫富加值加 非常扩大 非常快 国与国际加大 那它又造一个环境 就是说 回过头来 整个世界又开始 不管国家来讲 或者国际社会发展 就说 我们还是 要有 要重新来检视一下 这样的政策 再走下去 对我们整体社会有什么好处 对 美国自己也搞得一塌糊涂 欧洲 因为它 欧洲是社会主义传统 基本上是有很强的 整体是有社会主义传 欧洲 美国自己也搞得一塌糊涂 对 所以它现在领导 领导微信近视 这也就是 我认为 是 苏联所代表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 一个失败以后 造成的一个 历史的必然的发展 可是它也造成了负面现象 也让 当初自认为胜利 这个资本主义这一派 现在也保长后果 那么社会 人类的社会又开始要回到 社会主义的这条道路 也就是说 强调发展 强调公平 强调大家都有生存的机会 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 而且不是 少部分人 他就是天之交之 或者 你可以让他看到他积累财富 用这种财富方式来积累财富的方式 是可以任凭他不限制发展 这个机会我觉得 全世界都在 关上门来 那关上对这种美式的自由民主 所谓美式自由主义经济的这种政经体制 很多国家关上门来 更多的政治人物 他来好与另外条路 老百姓也支持 巴西其实也是一样 那么 整个拉丽美洲 都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 贫富越来越大 社会发展停滞 对不对 国际地位也越来越 国际地位越来越下降 那自然很 我就觉得他就是左派 是起来 而且也不是这一个国家 我觉得还会继续 这股风潮还会继续吹 会继续 那另外当然讲到 就是说 对于这个此时此刻的国际秩序来讲 这个俄乌战争 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那冬天也来了 就是普丁的这个能源炸弹 在这个冬天会对欧洲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除了这一个冬天来的之外 11月8号美国的这个期中选举 那拜登政府如果参众两院都输的话 对于也有人预测 如果这个参众两院都输的话 这个乌克兰战争 美国应该就会立刻放手 不要再打了 这会是这样子的一个预测吗 我觉得组合派会出来 就是说美国的组合的声音会出来 那组合的声音基本上就是说 美国可能会在共和党 像川普一直讲的说 他说如果今天是我在当美国总统 第一个 俄乌战争打不起来 因为我跟普丁的交情很好 普丁会听我 第二个 这样战争打下去也没有意义 现在事实上也把美国拖住了 美国事实上经济也受到俄乌战争 表面看起来美国有些好处 事实上整个的全球经济 一盘旗受到俄乌的牵制以后往下坠 那这对美国也不利 所以共和党他会从这些角度 事实上我想他对俄乌战争 对乌克兰的看法 跟对俄罗斯看法会有改变 那么基本上可能会让谈判 解决这场冲突的机会 可能性来会变 那现在就是拜登来讲 意识形态很强 美国的民主党每次主政的时候 都有比较多的海外战争 也就是说他是一种意识形态外交 他一碰到事情他把意识形态拿出来 共和党的外交是比较现实主义的 也就是说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这个不是一个价值问题 这个是一个利益的问题 我们用利益的方式把它解决 比你用价值方式比较好找到答案 你用满头价值的人是比较难 有的时候你很难跟他找到一个妥协的空间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样战争其实普丁现在你可以看出来 他也是以拖待变 只是你不要你不要把他升高 你升高他就强烈报复你 尤其这个在这个克里米亚大桥被炸 那是踩到红线以外的 普丁立刻就强势回应 把这个压到一个程度 可是实际上在战场上 现在基本上又进入冬天 那么就不是战场在解决问题了 俄罗斯传统的这个战争的历史经验 就不是在战场上决定了 就是在什么 在外交场域 在经济场域 看谁耗得久 战场就在这地方 所以现在我觉得现在11月快要开始 进入沿东 十一十二 十二月一月在欧洲 世界都最冷 还没到 那普丁在等这个气候对他的帮助 所以呢 能源的部分 事实上话 是他最主要目前手上武器 主要是控制 控制这个控制欧洲 但欧洲国家在这个过程中 能够撑多久 欧洲变了 恶务战争也会变 欧洲变了 美国也有压力 那所以 所以我觉得目前就变成 所以美国人也看得很清楚 他现在不是用核弹 他是用能源 其实老早就用能源炸弹了 那只是说过去的收效 这个战 这个武器在战场上 整个战局上 他的影响力还没有发挥 那现在进入冬天 慢慢进入深冬的时候 东风来了 东风来了 这个能源炸弹 它的威力就要展现了 那可以展现到三四个月 很长 很长一段时间 那个就是 基本上就靠这个能源 这个议题就可以把战局改变 那如果不能改变 那也没办法 等冰化以后继续打 那目前的状况的话 我认为改变机会蛮大 因为再加上 其实这个标题也很 写得很清楚 也很正确 就美国政局也在改 如果拜登失去了 美国的这个 这个政治的主导力的话 共和党掌握两院的话 那个拜登的政策 现在的政策 能不能走得 再这么顺利 予取予求 对美国国内予取予求 我是打个大问号 所以一方面是冬天来了 一方面是其中选举来了 这两件事情 可能就是影响 这一两周 会让整个国际局势 有一颗新的变化 那包括这个美国在这个推动的 俄罗斯石油的这个价格 天花板这个计划 大家也都在观望 11月8号以后再来说这件事 因为本来期限是12月5号 那大家就说 那你就等到11月8号有什么结果 因为美国的态度很有可能会 因为其中选举而改变 那再等11月8号的还有 这个泽伦斯基可能也很认真的在看 11月8号的其中选举的结果 那最近在黑海 因为又发生了这个黑海舰队被攻击 被恐攻的这个事件 那泽伦斯基说呢 这个俄罗斯现在要禁运相关的粮食 的这个船 让我们没有能源又没有粮食 这个非常的不人道 叫这个大家把俄罗斯从G20赶出去 那这个这些事情都是在11月8号之前 各方能够做的各式各样的这个事情 不过集成俄罗斯 攻击俄罗斯黑海舰队这件事情 也是泽伦斯基失控的做法之一吗 因为之前的克里米亚大桥 也被认为是说他是在美国之外 想给其实想施压的对象是美国 对其实现在美国可能最关注的是 怎么样控住泽伦斯基这个政府 因为他的政府应该也是有不同这种 对于这场战争有不同态度的 这个一个结合了 又很激进的 又很温和的 大概都在一起 那泽伦斯基他内部一定 他自己也要有保持一个平衡 如果都激进的 像比如说发生再发生一次 这个克里米亚大桥 炸毁克里米亚大桥 那这个战争可能又要一波的失控 这个都是大国不愿意见到 他就是希望你战争照我的 照我的方式 照我的强度 照我的范围打的 你要方式强度范围 你都控制不住的话 这个对大国来讲 尤其像美国这种传统战争经验 很恐怖 他是会非常恐惧的 所以我是觉得回过头来 应该泽伦斯基还是在美国 严格的管控之下 你的战争的方式强度 跟你的范围 一定要照美国 美国一定讲得非常清楚 而且 不是商量的 是美国确定的 这件事红线在这里 红线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都会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如果他一直没有办法控制 他自己国内的 尤其这个激进军事势力 一直去挑战美国给他画的红线 我认为美国画的红线 不会比俄国给他画的红线少 所以孙悟空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的 逃不出来 那个好 美国给他画的红线 如果泽伦斯基再去闯这个红线的话 他自己可能会更遭殃 这个是美国 所以在很多过去动乱地区 把那个地方的领袖 直接CIA把它暗杀掉 就是这个原因 历史永远在重新 不受控的 不受控我就把你 我就把你 我就把你做掉 就是说 比如说李承晚 比如说吴廷岩 都很亲美的这些 美国的盟方 一个南韩 一个越南 都是美国派军队去把它做掉 所以现在又把它做掉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 就是说历史不断的在重演 不过泽伦斯基他是可以呼吁的 他呼吁更多 比如说俄罗斯要怎么样 不过G7要除名比较困难 G20的话 他基本上的话 美国 很爽的 对 美国很可能这样做 会把G3体美国事实上 差不多现在发展中国家 跟这个支持俄罗斯 跟反对俄罗斯 大概是一比一之比 因为这些G7都在里面 再加上韩国 整个美国的这几个 重要的这些盟方 加起来四个 另外都是第三世界 那如果美国要在这个体制里面 推动把俄罗斯 可能这个G7 G20的话 我想会重创 而且美国这个国家 基本上他是非常清楚 要把这个抵制的态势 要拉到哪里 美国到现在 不跟俄罗斯断交 双方的外交官 还是每天在接触的 对 俄罗斯上一次 曾经威胁美国 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 我就跟你断交 美国立刻跟俄罗斯 很诚实去谈 所以连美国跟俄罗斯 断交都不愿意做的话 怎么可能会把这个提升到这个程度吗 不太可能的 那而且 这个 这个哲伦斯基这就显示出他这个一个 我认为是他无知了 第一个他还认为美国 还有西方国家 是在主导这个世界 其实不是 尤其在多边政治的世界 美国跟西方国家 那个主导性 每况愈下 你说G7 美国进去正备一呼 谁就被他赶出来了 没有这个 美国没有这个行情 所以我觉得他 可能 可能困兽之斗吧 困兽之斗 他也大概 大概很清楚 到最后 基本上他的命运就是列强决定 只是看美国的态度怎么改 那俄罗欧洲现在已经 已经在动摇当中了 那么美国 态度 对于这场俄乌战争态度 会不会因为其中选举的关系 会不会因为到了冬天以后 美国的不管是粮食 在或者能源上面 对俄罗斯的各种进一步制裁 都不奏效 那我看过一些报告 俄罗斯目前国内的老百姓生活 基本上受影响不大 也就是说美国进了 当初拜登用所谓核子弹极的 经贸制裁 对俄罗斯来讲 没有伤到俄罗斯 所以我想就美国人来讲的话 基本上对于未来这个冬天 就是说在俄乌战场上 会不会因为俄罗斯的能源核弹 发挥了实际很大的作用 这个战局会慢慢在转变 我觉得可能都是 每个月会有一个大的变化 那这个月 11月我们就看美国其中选举以后 然后再加上就是欧洲主要国家老百姓上街头的这个 这个情况吧 我觉得都随时都有变化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等11月8号 等10月8号这个其中选举开牌 开牌之后很多重要的事情才能决定 所以这件事情就先搁置 那件事情也先搁置 那不过美韩还是在这个期间举行比较大的联合军演 那另外一个在等着11月8号这件事情 好像是这个金正恩金小胖 金小胖在最近的这个飞弹飞来飞去这件事情 让日本很紧张 那看来他是在这个二十大之后 然后11月8号之前 那已经看好了 这个中国大陆的情势已经明朗化了 那11月8号 美国要明朗化之前还有一个空窗期 所以开始非常用力的做各种比较威胁性的这个挑衅 所以日本在这样的压力之下 决定要买战斧飞弹来应对这个北韩跟中国 对其实日本的国防实力 其实是在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面前 他是一个非常脆弱 他基本是靠美国保护 那就是说他能够把自己武装到什么程度 那么他自己国内有限制 那第一个日本国内是反核的 就是说日本可能没有办法走上核武国家 国际社会也不允许他 即使将来美国 我说美国的这个核武扩散的这个原则 现在正在松动 那会不会最后让日本有核子武力 这个也短期内我看可能性还是不高 那到底不是安格勒萨克森 而且日本人在二十大战跟美国那一场恶斗 美国人对日本人也是一技很深 第一个你非我族类 你不是安格勒萨克森 第二个我给你让你有这个能力的话 怎么知道你有一天不跟我翻脸 所以我想日本也就是基本上只有在飞弹防卫的系统上面 那这些这些飞弹基本上他的打击 打击是从一种防卫性逐渐展为反手为攻的一种 这种远程投射的武器 日本现在往这条路在走 源头打击吗 这种源头打击 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它可以打击不是北韩 它可以打击一千公里甚至更远以外的 这个敌对势力的军事基地 或者重要的军事或者民用的关键基础设施 而且现在来讲 日本在尤其在这个远程投射 飞弹的这一方面 那远远落后于中国 日本有蛮强的海军 日本的空军也是不错的 可是它这个远程打击力量 事实上是美国也不让它发展 那所以它现在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大的调整器 那我一点都不意外 它会去考虑这种比较远程打击的这种飞弹系统 本来说起来就是说 它是防御性的 可是它现在已经改成威则力了 威则力就是说 你不要打我 我有打你的能力了 它慢慢就是跨出一步 那这是一个慢慢演进的过程 不过岸田文雄已经大概 明年的日本的防卫 也算是破天荒的高了 那基本上我觉得日本朝野也有这个决心吧 提升他们这个军事的能力 我想慢慢就会往这样走 那当然这是军事上 军事的准备不代表一定战争 就是说军事是永远朝最好的方向 做最好的准备 那么就是说战略跟这个 这个外交上的发展的话 其实我倒是认为 日本从安倍走下政治舞台 而且最后它的影响力 随着它的这个背刺 更一步削弱的话 其实日本已经在实质路上 在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实质路上 已经从绝对清美慢慢在偏离 我是觉得未来你可以看看 日本可能会逐渐往中间靠 而不是一味的往美方靠 那现在这个隐习药 就是说还没当选以前 是把这个韩国的战略 是往美国一面倒 可是现实上我觉得它现在 慢慢要往这个往中间靠 那么尤其踩踏事件以后 它最近麻烦大了 麻烦大了 所以这个国运不好 它就发现一个踩踏 它本来已经跌的 已经历史新低的声望 一定会继续掉 那继续掉的话绝对会影响上 它在当时各种 比如反中 清美 然后强烈 一个对北韩一个强烈的 一个政策跟态度 所以有的时候 做大转弯的时候 这种政治人物 通常一上台都是被修理 被修理 因为他认为我这样讲没什么 可是他这种引起别的反应的话 别人都已经在想尽办法对付他 像金小胖 难道不知道影系 对 这个南北韩关系 跟那个文在寅是南辕北侧 准备好好对付文在寅 金小胖把他当 当一个实实在的敌人 来对看 所以金小胖老早 老早一步一步都已经怎么样 一步一步在对他出招 给他压力 你今天南韩民众会喜欢一个越来越紧张的 南美韩关系 他们也维持了不错的一个 一个往和解的道路走 你今天要开反方向走 你看美国人高兴有什么用呢 住在韩国的韩国人越来越感觉安全感不够 金小胖一个飞弹一个飞弹 然后在这个海上又开炮 这过去比较少的又重新出现 那对营销绝对是不利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敲锣打鼓式的这种 这种这种怎么讲呢 重大政策的这种转换 其实是蛮危险的 从历史上从全球角度上 都对那喜欢敲锣打鼓是不利的 而且就是说你看韩国的这个三星跟海力士 被美国整个快要死了 所以韩国非常强悍的这个民族性格 搞不好反美的风潮 又会再出现在韩国的社会 这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不管是从这个欧洲的俄乌战争 还有日韩现在的局势 台海的局势 其实大家也都在等 11月8号的其中选举开牌 开牌之后呢 对于拜登政府未来 所能够掌控的这一个美国路线 加入了这么多的共和党元素 或者是拜登根本就完全跛脚的状况之下 会发生什么样子的改变 11月8号是一个相当关键的这个日子 那我们持续会关注美国的其中选举 今天非常谢谢这个借文集借大使 希望我们节目的话记得加入会员 另外订阅按赞 分享设定提醒收看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